有那么多嫁入豪门,生活幸福的女明星,泰国女明星嫁入豪门早已不是新鲜事,盘点泰国女明星的豪门男友,究竟谁才是人生赢家? Poey Poey在泰剧中演过最多的角色是专强女主老公的坏女配,在生活中Poey和海军军官Pop结婚,两人生下的儿子已经六岁了。 Pop信仰,依斯兰教,可以娶多个老婆,深爱着Poey,婚前就保证只娶Poey一个,Poey现在基本不拍电视剧,只接一些商业活动,专心在家照顾孩子,女神现在39岁依旧满满少女星,颜值和身材依旧秒杀不少女明星。 Margie魔法妹婚礼可谓是轰动娱乐圈,富二代丈夫Poey简直要把她宠上天,不仅求婚仪式选在魔法妹最喜欢的迪士尼乐园,婚礼现场更是低调奢华,伴娘团是婚礼看点之一。 Pop和Peach同属一个家族,妈妈是1965年的环球小姐总冠军。 Noonoon和富商丈夫Todd已经结婚八年之久,婚后没有孩子依旧生活甜腻。 看来两位还没有享受完二人世界啊,一点都不着急生孩子,不过粉丝都替他们着急了。 Todd年轻的时候也是帅气小鲜肉。 他家的圣诗集团是泰国第二大啤酒品牌。 ChampoChampo的丈夫Node对他绝对宠爱。 Node是泰国最大生产照明设备集团的CEO。 两人恋爱多年才举办豪华世纪婚礼。 Champo生下双胞胎儿子闪电和风暴。 女神直接带着儿子一块拍广告。 这两位女明星有望嫁入豪门。 Pat男友是有泰国王思聪之称的Peach。 Peach不仅是泰国男演员、歌手,还是泰国著名商场Central World老板的儿子。 母亲是钻石Dominion Today品牌的创始人。 Peach在娱乐圈完全是平实力发展。 两人有去英国学习的计划。 看来小Pat是有望和魔法妹成为亲戚了。 Aumom的男友是Aumom的前男友Amp。 Amp是泰国线路版厂商KCE公司的继承人。 当年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却突然爆出分手。 话说,两位女神完全是不同风格呢。 不过,加入豪门不一定都是幸福的。 Aumom之前为了婚姻,结婚后退出娱乐圈。 结果现在正在等待送干千离婚协议书。